谢谢日本再次送软100万剂的AZ疫苗 共享民主 共拼防疫 大家平安 我是潘孟安 屏東今天零案例 但没有松懈的本钱 几项事情要跟大家报告 第一 指挥中心稍早公布 两例秘乳境外移入的案例 确认为印度Delta病毒 昆阳实验室同步也加速厘清 在仿山社区群聚传染链的基因比对 屏東沿正以待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全力进行精准的疫調 扩大矿类 全面採检 已经启动封港善于两村 全村的筛检 务必防阻社区传播链 让传染降到最低 第二 针对北隆专案 包含合生批发市场新增等北中南四处的筛检站 从6月22号到今天中午 已经有735人採检 目前PCR的採检 结果都在持续的检验当中 第三 屏東目前或中央播出的 64,500剂的AZ疫苗 会在今天全数施打完毕 谢谢所有前来施打疫苗的乡亲和家属们 更要谢谢所有施打站的伙伴 坚持贴心的服务到最后一刻 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辛苦了 谢谢大家 下一波莫德纳疫苗预计7月1号开始施打 我们也会等待指挥中心最新的指引 陆续公布施打的对象 再次谢谢日本朋友的软心 我们会珍惜疫苗 贴心施打 一滴都不能浪费 谢谢大家